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针刷屏头射出的审美现象也远远不止审美流动这么简单 1.鲜肉审美底色上的野生美 丁针的长相并不是粗犷审美 而是典型的小鲜肉审美 体质人类学家划分过一种叫康巴形的人群 这种类型常见于西藏东部 康巴形人长相有非常强烈的波西尼亚特征 像是欧亚混血的外表 体现在面部就是长脸 高鼻梁 鼻骨细眉弓立体 脸骨偏正方体 阿兰和拉姆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康巴形人长相 眉目立体 脸型偏长 而丁针下巴收尖的瘦窄脸几乎看不到骨骼的轮廓 有曲线感的薄嘴唇 挺拔而短粗的鼻骨 都不符合传统康巴人的长相特征 而卧蚕M唇大双眼皮恰恰又是现代审美的偏向加分 忽略穿搭和肤色 可以看到丁针的长相底色是当代爱豆鲜肉审美 符合当下主流男色审美的五官轮廓 才能快速得到大众共鸣 在鲜肉底色之上 才是肤色和环境带来的野生感 二 丁针走红背后的审美思考 与随着大众审美开放而形成的审美多元化相反 选秀审美逐渐变得狭窄和单一 现在的选秀更像是有标准答案的考试 选手的造型和人设都努力向同一套标准靠近 丁针能以这样横空出世的方式火了 恰恰也说明了 人们对当下商品化造型的审美疲劳 和力求精致立体的降气爱豆链不同 丁针天生长成的五官 自然真实 不遮不掩 纯粹野性直接冲击着当下的精致化审美 毫无疑问 确实给看腻了浓妆滤镜爱豆炎的我们 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晒得黑红 带着斑点的皮肤 也比饭圈那些硅胶娃娃一般的修图更有真人味 另外丁针和藏区也投射着 大众对回归自然简单生活的渴望 三 美貌不止资本消费一条出路 丁针走红后迅速成为了选秀节目和网红经纪公司争相抢夺的资源 大众似乎已经形成了 貌美就要进入娱乐圈的惯性思维 美成了资源变现的工具 大众的审美确实在拓宽 但不是所有美人都要拉出来 进娱乐圈荡一下才算有价值 与其看着丁针在娱乐圈成为一颗新墙头 不如少一点资本娱乐 多一些真切的帮助 教育无法普及的孩子出来也是资本摆布的工具 很容易迷失自我 让他学会看 再做选择更公平 最后希望他能带领他的马跑第一 至于出不出道 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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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应该可以在估论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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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是因为我会认识到